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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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看過卡洛斯以前教 有關Orgino 的短片 應該一定懂得 如何用Orgino 驅動LED 但有關LED的使用 其實還有些迷思 例如我想LED光一點 是否可以不用限流電阻呢 又或者LED是否只有燃光 光度是否可以調教 今天這個節目我會一一為你解答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以及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如果要知道為何LED 一定要配合限流電阻用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些電子殼的原理 這顆電阻叫做限流電阻 沒錯 它是限制電流 但是它同時也可以控制到LED的工作電壓 一般我們教學生 在LED旁邊要加一顆限流電阻 主要目的就是保護一顆LED 如果不是電壓太高就會燒掉它 那究竟怎樣的電壓才高呢 究竟用9W有多大的電阻 用3W有多大的電阻 其實是要通過計算的 但就算計算之前 我們都要知道多少少有關LED的特性 其實LED的特性是怎樣的呢 原來是款款LED不同的 和顏色都有關係 其實一般來說 LED的工作電壓 是1.8W至3.3W 紅色是1.8W 但是如果藍色的LED 可能會去到3.3W 假設我的工作電壓是5W 而LED呢 我們拿的中間數 工作電壓是2W 其實那顆電阻要承受3W 而我們就想限制到通過LED的電流 是大約20個微安 計算出來 電阻就用150HM 但如果是1.8W 計算出來 就會是160HM 但是如果是3W 計算出來 就是100HM 而2.6W的時候 計算出來 就是120HM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用120HM 就可以拿到中間數 又說說電阻 電阻買回來 如果你看到幾條顏色是甚麼 以前的電阻是四條顏色 現在很多是有五條有六條 亦都是要看顏色來分辨的 譬如剛才我們說的120HM 應該是怎樣 第一條顏色應該是中色 第二條呢 就是紅色 而第三條呢 應該是黑色 而第四條呢 都是黑色 黑表示零 即是五成大 那就是120HM 而第五條呢 就是它那個 反差率 而100呢 100就是中黑黑中 學識了限流電阻的計算法 亦都知道電阻的顏色怎樣分辨之後 就用我們來做些實驗 現在有TinkerCAD的電子線路模擬器 試驗這麼簡單的線路 就真的可以冷點 不需要接駁電線 在Arduino的第二腳 接駁一條線出來 經過了LED的正極 而LED的負極 就通過一隻100均的限流電阻 回到Arduino的GND 而完成回路 接著我們嘗試編寫程式碼 來驅動這個LED 程式碼只有簡單的幾句 包括在SETUP裏 將第二腳設定為OUTPUT 然後在LOOP裏 先將第二腳設定HIGH 等一秒鐘之後 再設定LOW 然後再等一秒鐘 我們試試開始模擬 成功的話 應該看到LED在這裡閃閃閃閃 而我們所選擇的100均電座 數字是在安全範圍之內 所以LED的光度不會太光 不會太暗 但是使用Digital Right 這種編寫法 就是LED只有亮 和不亮的兩個可能性 在這裏 我們不妨來觀察一下 Arduino的腳位 你會發現在第三腳 第五腳 第六腳 第九腳 第十腳 還有第十腳 旁邊都有一條 好像蛇仔的符號 而亦都見到 標示上寫著 蛇仔 即是PWM 那究竟 為何這六隻腳 要特別標示為PWM 而PWM又是甚麼來的呢 卡洛斯查訓 原來我在Arduino的系列 第三集 教用陀機的時候 已經簡介過 甚麼叫做PWM 不如我們一齊來溫一下 PWM 即是墨沖寬度條變 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長期把3W的電壓給LED LED應該長著 對吧 但如果我們給一些像這樣的墨沖 給它 它閃一下閃一下 而用很高的速度閃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一半時間是有墨沖 一半時間 它是靈活的 我們就覺得 LED是暗了的 而又這樣說 如果我們給一個很窄很窄的墨沖 給LED 會怎樣呢 由於閃得很疏 所以LED 長遠來看 就覺得還很暗 而正正利用這個 墨沖寬度條件的技術 我們就可以憑一個 數位腳 而控制到一個LED的亮度 好了 那溫過之後 大家應該記得 即是說 如果我們用3 5 6 9 10 11 這六隻腳 我們就可以利用PWM的原理 使用數碼而做出模擬的效果 來控制LED的亮度 既然是這樣 這次我們就不用第二腳了 而改用第11腳試試 至於編程方面 語法當然有少少不同 我們這次開了11腳做Output 而在Wide Loop裡面 我們有兩個Fore Loop 第一個Fore Loop 是將I由0 數到255 而值得一提 要使用PWM 是真的用AnalogWrite這個指令 等同於一個模擬的輸出 當然 I就是代表它的亮度 所以LED 會由最暗去到最光 休息0.1秒之後 另一個Fore Loop 是由255 數到0 即是將LED 由最光 數到最暗 大家可以想像 當兩個Fore Loop 一起去走的時候 眼LED 就會由暗到光 由光到暗 循環去變化 既然有六隻腳都可以用到PWM 我們就一次過用到它盡 將356 90 11 六隻腳都分別接了一隻LED 而當然每隻LED 都要經過限流電阻 回路回到GND 而在編程方面 既然我們要驅動六隻腳 那就要將356 90 10 11 六隻腳都設定作出發 我便想在這個程式裏面 示範 如何將六顆LED 循環感 又光又暗的閃動 於是乎 你就見到我著手去修改兩個Fore Loop 修改完 你就見到好像梅花間竹一樣 三腳的亮度是I的時候 五腳就是255-I 即是三腳越來越光的時候 五腳就會越來越暗 同一個原理 六腳和九腳是互補的 十腳和十一腳互補的 理論上 排成一行的六顆LED 就會產生好像波浪一樣的明暗變化 由於我們編程的時候 使到雙輪的兩顆LED 光度是互補的 所以才會產生這種視覺效果 當然大家可以隨意改變編程裏面的數值 令它產生不同的Pattern 例如今次我做到 就是三個一組三個一組 當三腳的光度是I的時候 五腳的光度是128-I 而六腳的光度是255-I 即是雙輪的三顆光度都會不同 接著 九十、十一 又是另外一組 光的不同的LED 至於模擬出來的效果 就會是這樣的 我們再來試試設計另一種Pattern 今次的玩法是六顆光度都不同 分別是I 50-I 100-I 150-I 200-I 和255-I 至於模擬的效果就會是這樣的 熟習了用模擬器來編程PWM 之後 就試試來玩一下實物 除了要準備LED之外 我們還要準備限路電阻 根據剛才我們的講解 這一個電阻的顏色是 紅色、黑色、黑色、黑色、中色 表示什麼呢 頭的三條顯示它是2、0、0 而第四條因為都是黑色 即是說Multiplier是0 所以仍然是200個歐姆 而第五條因為是中色 所以就告訴你它的不差值是1% 但是你猜人人這麼好眼力嗎 例如卡洛斯有些眼殘的 我就用電錶來量度 穩陣很多 看到嗎 穩定感201、202 即是200HOME 有1%的不差值 我們按照模擬一樣的接駁線路 唯獨不同的就是用了200HOME 電阻取代了100HOME 最多的LED稍微暗一點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Printing 方面就簡單 可以直接把剛才的模擬程式 Copy & Paste 過來Arduino的軟件 假設接線沒有什麼錯 基本上就一踢過它成功 而這個正正是模擬器的作用 好嗎 希望經過今天的節目之後 大家真正能夠通過計算 運用限量電阻來保護LED 而更加學懂了怎樣 Printing Arduino 利用PWM House Width Modulation 來控制LED的亮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請按LIKE和評語 請按LIKE和評語 要訂閱 請按LIKE